正所谓碟石种植 不是只有我们散户 连法人都一样 不相信了 请看 我特别帮您抓了 10月份至今 最近5到10天左右 我们抓5天了 三大法人密集买的 清一色都是 9月份的营收年成长 第三季的营收也平创新高 会直接请上来 从仁宝季家往下看 你看今天季家 不是涂羊头买吗 台办往下看 多达15党标的 但这个豪宗之豪 会直接厉害帮我们挑一挑 还有发现到官股行库 今天不是大买吗 再秀一下 八大官股行库 叫行情一步稳 你看大买 公布答案买什么 你知道吗 四大重点 这个四大重点分别是 迪生 原物料股通膨 然后权重股 还有抗通膨股 先来讲 这个营收都算高的 所以的话 这些股票里面来说 确实他们其实也都相对强势 大家没有发现 果然有买盘就是不一样 因为法人都在买 而且有的还不是只有投信买 外资也在买 所以我们先从这里面来看 说这些股票到底能不能够参考 我们就要把标杆先射出来 就第一个来说的话 当然只要好 成长力要够 所以的话 第一个你必须要长线的潜力 千万不能说明年的获利会衰退 或者是说明年产业有杂音 这第一个就不行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有长线的潜力 产业上面要有亮点 必须要有新科技 或者是说 没有新科技也没关系 至少供需的情况是越来越好的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短线上也不要突然有个利空 也就是说 不要突然之间的话 什么东西受害突然之间就大跌了一下 所以的话 短线上营收出来了 那么获利也要相对强 所以的话获利也是要可以期待的 至少获利来说 大家会认为还不错的股票 那第三点就是说筹码 那筹码的话 尤其在盘整盘里面 筹码就特别重要 所以筹码的话 第一个法人必须要买超 或者是说不是很积极买 那也必须是要 之前有卖过 但是已经开始低档回补的股票 低档低基期 对 刚刚在追那个法人买卖动作 外资买一些低基期的 明年有业绩的 对 所以的话 我们从这十五档理念来说的话 选出了这几档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最急用的 对 第一个来讲的话 这个汉磊 然后汉磊的话 就是第三代的半导体 那第三代半导体 瑞海也帮大家讨论过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重点就是说 明年这一块的 它的产能是会增加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还有康普 康普的话是电动车的电池 上游的正极材料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台锯 台锯我们也有刚刚讲到 台锯不是也在大涨吗 的重点就是在EVA在创新高 那另外的话还有景硕 那景硕其实呢 载版的供不应求的话呢 还是会延续到明年 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相对产业的景气上面 也是正向发展 那再来还有同心电 同心电的话 有电动车的题材之外 其实也有低轨道卫星 那低轨道卫星 也是瑞涵帮大家 已经分享非常多 所以功课都已经做给大家了 那大家就可以从这里来看 相关的股票 所以你看法人真的有买 第三季的EPS呢 就给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从汉磊刚刚讲过了 从康普快速看过一遍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的话呢 康普的形态 你可以发现法人也是连续在买钞 然后另外的话呢 你看到基本上的话呢 它形态来说的话呢 也慢慢在这里 试图要打底出来了 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下降轨道 最近刚刚才突破了下降的轨道 那因此来说的话呢 这多头的气势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延续上去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下一档的话台聚 那台聚的话呢 短线上面来说 法人也是连续在买钞 包括最近也有一些小幅的回补 但是靠近前高附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有大量 有大量的话 势必的话是会稍微震荡一下 所以操作上的话呢 不用特别追高 但是拉回的话呢 这边均线密集都在这里 也会是支撑区 然后再来看到紧硕 那紧硕的走势也是 其实的话呢 现在股票就是强的弱的差很多 加起来叫做大盘 所以的话你要选哪一边呢 当然是要选往上的部分 慧智姐今天带给大家好多好料 大盘这样 股价人家是这样 大盘才会 你知道大盘有的往下掉 所以这个是 密室大盘往上扬的 这一档紧硕呢 今天头信买钞 第13名 所以紧硕这个底型也算出来了吗 对也算出来了 同时你看到它筹码其实非常的安定 那这里的话在消化这边的压力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量也开始增温之中 所以基本上不要过分爆量的话 都会慢慢的往上面垫高 同心电 然后再来同心电的话呢 这是之前比较弱势的股票了 但是拉回到这里看到底型 其实也已经快要打出来了 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 要稍微消化一下上面的这一条均线 因为这个均线还在往下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是如果打底完成之后 那就有机会反映明年的潜力了 好终于把那个营收同步创新高的 抓出优中之选了 可是呢不太懂为什么国家互盘队 会集中这四大选股重心 对因为的话呢 这个钱花下去就一定要怎样 要效果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对这个扎钱的话 也不是随便扎的 所以的话呢 为什么要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各自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个来讲的话 跌升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的话 第一个筹码相对来讲 比较干净 是不是 就是所以拉抬的时候好拉抬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宣示效果 你如果看到盘面上最烂的股票 不能说最烂的 最弱的股票都止跌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大盘快止跌了 当然啊 所以这个有很强的 怎样市场提振信心的效果 最差的都不跌了 面板股了 财积电之间都不跌了 慢慢的底部垫高了 那不就有希望了吗 对啊 那弱的都不跌了 那强的话 是不是要准备创新高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它有很大的效果 那再来的话 原物料的话呢 原物料族是因为现在还在报价 还在秩序涨 获利也上面往上涨 所以后面有利托可以期待 而且有个很好的好处 是它有族群系 我拉一个其他的 就会跟障碍 所以的话呢 是不是我前扎下去 就会有效果 对不对 我不会买了以后 一个人孤零零的 就我一个人而已 对 所以的话 就族群系 吃喝玩乐就跟着往上 其他全部一起上来 对 刚刚这个惠奇姐说 网品集团夏慕 网品是有挂牌的 我们看一下网品好不好 因为呢 15大品牌全涨价 惠奇姐 那像这种啊 也算是那个通膨概念股吗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它护盘 可能比较不会到这里来 因为就稍微有点太边边了 它通常会稍微大支一点点 所以的话呢 护盘会抓大支的 会抓大支一点 那这个比较算是通膨概念 算是通膨概念 但是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再来的话呢 看到另外一个是权重股 这个效果最强 对不对 我直接的话呢就直接贡献指数 对不对 我直接拉台积电涨停 那是不是 当然不会拉到涨停 但是我如果直接这样拉的话 是不是指数马上就大涨 2330个分 因为我发现今天就有这个影子 拉全重股 台积电呢 有没有看到 到最后尾盘 是这样 拉到平盘 575 本来是跌的 所以今天有没有 就是拉全重股 护一下让跌幅收敛 有 所以你看今天到尾盘的时候 有没有3792张 这是买单 这是买单 往上面拉的买单 所以的话呢 政府的买盘 几率大不大 我认为很大 漂亮 对 所以的话呢 因为全职股的话呢 第一个它的效果最强 我这钱完全不会浪费 那再来的话呢 又是产业的龙头 它很多产业龙 像台积电之中 它又可以安心的长线持有 那最后一种的话 就是抗通膨的 那抗通膨的话呢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兼具避险的价值 对不对 因为其他的股票的话 可能会被这个通膨影响 侵蚀掉一些获利 但是这部分就不会 也许至少您的想法跟我一样 那我好想跟啊 跟着国家互盘队 但我要跟总有条件吧 对条件也是有着 第一个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 产业还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第四季的话 你怎么看都要看 明年的产业 明年的产业的话 绝对不能衰退 不能说明年还不错 但比今年差 那就绝对不行 所以第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要还不错 然后获利的话呢 不一定要成长非常非常多 但是基本上数字也要还不差 因为有些跌升股票 你不能要求它获利大成长 不然早就不会跌升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低档要慢慢的跌高 下档是有买盘的 所以形态上也要稍微 有一些多头可以发挥的 第二个来个白板 我简单话一下 请问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个股了 个股跌着跌着跌着 本来都是很差的走势 突然间在未来的某一天 它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高点越来越高 低点也慢慢的底部垫高 然后往下察觉 本来外资投信是在卖的 突然间的某一天 有卖转买 慢慢的悄悄的买进来了 就这样 对 没错 这就表示你的多空力道 已经在转换之中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原来的空方力道减弱 然后多方力道在加强 所以这种的话上去的话 它买的时候 它就算买了 如果就算买在相对短线 高一点的位置 下来也会有支撑 所以这两个形态的话 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两大条件自己检查 所以惠子姐帮大家列出来 哪些的标的来举例说明 所以第一个全职股的话 最重要的话 一定就是在台积电上面 所以台积电的话 我认为今天就有了 而且我也认为后面 接下来时间里面 大概也会有 如果大反跌的话 那再来的话连电我们刚刚有说过 其实形态还是比大盘来的强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还有包括抗通膨原物料 我们先看原物料的话 台作南亚 现在是原物料族群里面 最强的一组 然后另外的话 跌深的股票的话 红海其实位置蛮低的 再加上其实也占了一些全职 所以这个也有全职的力道 群创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本径比已经到0.6倍了 所以好像短线上也跌的差不多了 那抗通膨里面的话 还有包括大同跟第一金 那大同的话 除了资产题材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其他电动车的题材 跟储能的题材 第一金其实金融股 当利率往上的时候 金融股还是有理查的 跟您报告 国家对护盘四大重心 挑两大条件要维和 我现在开始画了 霍姿姐帮我扫描 因为有些标定 我们刚刚看过了 这个好 在三档 再来这边 跟这个 这个看过对不对 台数有吗 台数我们刚才有 台数油价有看过 对看油价 所以我们就从联电开始看起楼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联电 联电的话 我们其实刚才有稍微也谈一下 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但是的话呢 应该说短期这一两天比较弱 但是跟大盘比起来 其实他还是算比大盘强 对啊 大盘是在这楼 对所以的话呢 第一个来讲的话 短线震荡下还是有机会去反应 尤其后面的获利 第四季还有涨价 那接下来的话大同 大同你看其实就相对强势了 是不是那所以的话呢 大同的话 不要注意这短线上面 之前这里有量 所以他是在大量的区域震荡 但是只要不跌破大量的 这个低点的话 那基本上都还是偏多的 你看这个还真的有制一同 所以大同 头信买招第三名 下面放头信 我们边穿插看 大同之外下一个第一金 好第一金的话呢 你看到短线上来说 上次这个是他的除全息的缺口 所以如果你把它还原上去的话 他其实应该是已经在这个附近 所以短线上来说 你看其实还原以后还不错 一个多头的走势 而且已经漂亮 外资投信投卖超 而且是买一大堆 就是低档的话一直在买 好再下一档呢 下一档的话呢 下一档是南亚 那南亚的话呢 其实走势也是一个 往上的上升的走势 而且南亚其实他旗下的话呢 他其实的话呢 他有南电 南电是他旗下的 南电今年表现也还不错 明年应该也不错 所以短线上的话 你就照他的上升轨道做 拉回靠近这个支撑附近 就可以买进了 我现间有买他哦 群创 好 群创的话 你看跟 其实他跟尤达很像 就是很低档 但是很低档的好处就是什么 你看法人开始在一直大买 为什么 因为的话 基本上本禁比0.6 似乎也到了一个相对低的位置 所以的话呢 不求马上大涨 但是应该低档也有限 感谢惠茨姐 谢谢您了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盘面上 大家热烈讨论 有液气的啦 直接帮您抓出来 先说第一个 好 九月份那第三季 都能够营收创新高 好股票多达15档哦 但不是大家都好得不得了 你也没钱买那么多 所以呢 感谢惠茨姐 她说呢 三个条件 要有长线潜力的咯 短线还能够值得 期待的题材 推了一下 筹码要有法人买 最好是够地位接的 这几档标的 吻合条件 这五档五六档咯 但是呢 那政府护盘 它当然要精挑细选 四大重心 别生的啦 原物料啦 权重啦 抗通膨 所以我想跟了 那么也不是乱跟的 要两大必备条件 明年产业趋势 绝对是要向上 明年的获利 绝对要比 今年来的更好 第二个 低档 而且呢 低点是越来越高 高点当然 也能够越来越高 是最好 下档有买盘做支撑 四大类 各自有指标股 跟您这家分享了 以上的结论 或这些证券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交得真好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这个 您说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人行心中 做这份调查 是好还是不好呢 直接中国道路 企业家跟银行家 做了一份 宏观经济 热度调查 不调查则已 一调查没发现到 全部指数都往下掉了 这又是什么警讯呢 我们第二个读家 让其展说清楚